最近因新冠疫情 时间仿佛停止了一样 回忆活着充满的夏季修炼会将举办2021万民赞美艺术节 参加对象 只要是本教会学生以上的圣徒都可以参加 但是仅限独唱 将以非面对面形式进行的2021万民赞美艺术节 从5月30日至6月13日可通过手机登录 教会网站首页报名6月14日至20日提交录制视频 晋级决赛的名单预计将于6月24日公布因新冠疫情 预计决赛将在8月5日下午以事先录制的方式进行 详细的内容请参考教会网站首页 希望圣徒们踊跃参加 一起充满地度过万民火热的夏天 亲爱的各位圣徒 今天仰望过天空了吗 无意间仰望天空时 恰好看到彩虹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对我们万民而言 彩虹是父神爱我们的表现方式 好像在对我们说 儿子女儿我爱你 彩虹的颜色越深越鲜明 得到的感动也更深 正如父神将彩虹放在天空中 用温暖的爱填满我们的心一样 今天为大家呈现的是 以温暖的爱 以此成为力量的 家人之间美丽的故事 我爱你外面的各位家人 大家好 我是三大大师七教区 金玉患执事的小儿子 刘成日执事 母亲到现在还如此健康硬朗 这都是父神的恩典 新冠疫情以前 代理祷告会 以及所有礼拜时 师父还记得有一个儿子 牵妈妈的手进圣殿 看到妈妈做好之后 再回到自己的位置 做礼拜 最近 一边巧手期盼 三大大教区 做现场礼拜的日子 一边一如既往地做礼拜 我六岁的时候 父母来到首尔 当时他们是空手来的 所以吃了很多苦 摆过地摊 左边各地 卖过水果 也卖过鱼 爸爸因肝癌去世后 妈妈继续操持生意 早晨一大早就去卖鱼 需要喂养孩子 还得供孩子上学 于是独自一人 承担了这一切 妈妈每天给奶奶打电话 妈妈的所为 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我虽然不知道真理 但我明白了 应该怎样服侍人 我按下决心 我也要诚心服侍妈妈到底 就这样所看到所学到的 成为我现在服侍妈妈的动机 由于妈妈疲劳过度 患了脑梗塞 中过两次风 诸国院 几乎连话都不能说 一开始不能走路 当时我以为没有活下去的希望了 后来又得了偏单 经同学的传道 我接待了主 那时举办复兴盛会 2003年 我和妈妈参加了复兴盛会 当时父神彰显了许多做工 有的人从轮椅上站起来 或走或跳 妈妈看到那种场面 也获得了信心 妈妈说自己不知不觉 就走上了讲坛 身体有了力气 然后就弃掉轮椅 开始走路了 就在那时得见了神 凭靠主人牧师的恩典和全能 得到了医治 原本处在生死边缘 但参加两周复兴盛会 接受主人牧师的祷告后 得医治了 妈妈去参加两周复兴盛会 接受主人牧师的祷告吧 儿子拉着母亲的手 我想接受祷告后一定要得医治 腿上的病情好转了 腰痛 头痛 疼痛也消失了 从那时起就可以走路了 父神医治了我 保障了主人牧师的祷告 又赐我很大的信心和健康 那天体验了全能以后 一直到现在为止 无论住得离教会有多远 依然非常渴慕圣殿的金玉焕指示 现在每天通过机仙 收看节目 就像在圣殿里一样 走进圣殿的时候 总感觉父神在看着我 我唯有感谢和不住的祷告 我没有献给神什么 没做过侍奉 也没传过道 没做过什么 父神养育了我的儿女 所以我蒙了这么多福 这就是我的告白 万民祭坛实在太宝贵了 我从没停止祷告 每天固定祷告两小时 在神面前 我们家虽有很多不足 但求神帮助 主人牧师的爱何其大 现在也非常想念主人牧师 我跟自己约定 一直祷告等待 直到再见主人牧师为止 早晨去上班 晚上很晚才回来 其实时常感到很疲惫 每当有这样的意念时 我就会快速退去 我认为这是应当为妈妈尽得笑 这也是妈妈在这世上最幸福的时间 因此我才能坚持到现在 每次用车载着妈妈往返于教会的路上 可以一起聊天 聊主人牧师和教会的事 以及天国的盼望 就这样来回的时间 总感到非常幸福 每次从教会回来以后 妈妈更健康了 去参加代理祷告会做祷告 父神保守妈妈更健康 母子在信心里幸福的生活 父神也赐下祝福 我们原来住在面目洞 2019年房东突然让我们搬走 我当时觉得非常为难 因为没地方可去 于是开始找房子 在酒里是找到重新装修的房子 非常干净 前面就是公园 方便妈妈锻炼身体 空气也好 周围的景色也不错 非常适宜居住 妈妈非常喜欢 我仔细意想这是父神的引导 2019年之后 房价大幅上涨 现在已经过去两年了 父神赐予我们两倍的祝福 以前在私宅建主人牧师的时候 牧者为我们做祷告时说不要遇到灾殃疾病 要脱离贫穷 现在我觉得牧者的祷告都应允了 不是我做的是父神的恩典 妈妈感谢您 我爱您 因为有妈妈在 所以非常幸福 直到父神的国度降临为止 我会一直孝敬妈妈 妈妈我爱你 我也爱你 每年父母节主日 教会为老年人准备丰富多彩的活动 虽然因新冠疫情无法聚会 但这次父母节主日中午 通过GCN 一如既往地播出了父母节主日活动 为了主持教会活动 两周以前就玩具外部活动邀约的金慧恩姊妹 充满才气的主持风格 带行植物里守珍牧师向老年人传递爱的信息 还准备了好看的演出 和丰富的内容 其中最吸引人的是 12岁的夏恩姊妹 为表达对父母亲的感恩之情而写的诗 作为家中的老小 从小在父母和哥哥们的关爱下长大的夏恩姊妹 她在家里也充满了父神的爱 得见神之后 我领悟到原来是神看顾保守了孩子们 如若不然 孩子们怎能这么善良 没走歪路呢 我从小经常埋怨父母 但孩子们从来没有埋怨过我 并且圣守主日 所以我非常感谢父神 自从得见神 遇见万民祭坛 爸爸发生了 180度转变 40多年的恶习一次就得到改变 我认为这是奇迹 原来神真的活在 当时我感受到了 弟弟妹妹也感受到了 在蒙福熬练中 我们之所以能持守信心 很大原因是受了爸爸更新变化的影响 酗酒适度成性 结果全身患上疾病的无风值指示 后来接受妹妹无人书传道师的传道 遇见了万民 感受到神的爱 接受主人牧师的祷告 体验了所有疾病全部得治 原本我身上有九种以上的疾病 通过主人牧师的全能 以及彰显的神迹奇事 所有疾病都得了医治 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这就是我信神 并且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变的契机 从那以后 我首先向家人悔改过去所做的措施 为自己独裁行为求家人的饶恕 我思考怎样才能弥补我的过错 怎样做才能抚慰他们受伤的心灵 使家人感受到爱 为此我做了很多祷告 于是我开始服侍家人 并牺牲自己 当我为家人这样做时 我感到了喜乐 幸福 以前因为身体不舒服 我想干活也不能干 现在神赐我健康的身体 可以尽情地工作 我感到非常喜乐和幸福 我相信神活在永在是因为爸爸 当然现在因为从主人牧师得到了爱 还有自己的亲身体验 所以能持守信心 但我认为爸爸是我获得信心的 活生生的确据 和以前相比 爸爸现在变得很温柔 谨守遵行神的话语 努力为家人牺牲自己 感谢您 我爱您 在主里全家人互相凝视 面带笑容 幸福地表达爱意 感谢你们成为彼此珍贵的人 现在非常幸福 我认为遇见牧者是我人生中最大的祝福 从侍奉开始直到成为美容美发队总务为止 因勤勤恳恳一如既往做侍奉 而成为榜样的金慧精劝士 听说金慧精劝士身后有一位好帮手 我的丈夫归天家了 婆婆对我说 你专心做神家的事 我会尽我所能帮助你 当时我刚开始在美容美发队做侍奉 婆婆每周六位队内所有人准备便当 因为主日没时间吃午饭 就这样服侍了将近十年 家务事基本上也都是由婆婆负责 并一如既往地帮助我 如果婆婆不在 我什么事也做不了 其实我有九个兄弟姐妹 我是老小 婆婆对我比亲妈妈对我还好 新婚时期 有一次我生病非常难受 什么也吃不下 只是躺着睡觉 后来婆婆给我煮了锅巴 吃了一碗之后我才发现 原来婆婆把煮锅巴的锅放在大盆里放凉后 拿过来给我 当时我感受到妈妈的爱原来是这么温暖 我按下决心 尽管她是我的婆婆 但我一定要像亲妈妈一样孝敬她 一定要让婆婆幸福 我的婆婆 人非常好 不像婆婆 倒像朋友 很好沟通 例如听到时 如果有所领悟 就马上实行 不但在口里告白 我是这样的人 我里面竟有这个 而且为此付出努力 如果我遇到困难 或者因某个人心里难受的时候 婆婆就给那个人腌泡菜 送她泡菜 并对那个人说 我们家慧经说 因为有知识 慧经得到更多力量 婆婆还记住了我所有熟人的名字 甚至比我跟我的朋友更亲 跟他们经常打电话 对我身边的人很好 因为婆婆认为这样做才是帮助儿媳 我时常祷告 感谢父神赐这么好的儿媳 非常感谢 最喜欢儿媳哪一点 不论做什么 一个眼神就能领会 我说这么做 她就说是 从来没有不是 我在心里是尝谢恩 而且心地非常善良 所以不奢求别的 我从来没把她当作儿媳 尽管我也有女儿 但我更愿意跟儿媳说心里话 非常感谢家庭和睦 所以神又赐健康 身体健康才能干活 我爱你 感谢你 得知有天国已经非常感谢 主人牧师在灵肉间为我们填充了太多 我认为彼此相爱 是我们报答主人牧师给予我以及家人恩典的方法 婆婆幸福 主人牧师也会幸福 我幸福 主人牧师也会幸福 所以我要努力生活 感谢父神主主人牧师 使我们得享今天蒙福的生活 时隔好久与父母一起来到公园散步的一家人 手拉着手并排散步 希望在西耶鲁撒冷的小路上一同回忆此刻 自从我登陆到本教会以后 没生过病非常健康 还能骑自行车 最重要的不是靠自己 而是信靠父神 信靠神的恩典和能力 所以才能健康地活到现在 感谢父神 父母在釜山所住的房子卖出去了 所得房款却不够 百新房子 在釜山没找到合适的房子 于是母亲来到首尔 接受了主人牧师的祷告 结果仅一天房子就找到了 经过这件事 父亲获得信心 在釜山的时候 虽然出席教会 但不知道什么是真理 听神的话语 也是习以为常地听 但是来到首尔 来到外面中央教会以后 我感受到有光照进黑暗的心 心境发生变化 我当了三十年警察 酗酒过放荡的生活 通过听主人牧师的讲道 我领悟了很多 非常自责 并悔改了自己的罪 向神屈服 因下肢经脉曲张 腿上血管凸显 但现在已经消失了 真的非常神奇 凭靠神的极大权能和能力 得到了医治 感谢父神 自从来到外面中央教会 听到主人牧师 在正道时说 愿你凡是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我深受感动 至今我还一直记得 没有忘记 因为时常向神祷告祈求 所以按照所求成就 至今到 至今为止 牧师在万民里成就事工 多亏有公公婆婆的祷告 和多方面的支持 就像公公刚才所说的那样 我来万民前后 信仰生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以前心里没有真正的喜乐平安 也没有深刻领悟到父神的爱 我最感谢的是 通过主人牧师所讲的圣洁福音 更深刻地认识到自己 领悟到父神 尝阔高深的爱 非常感谢 是我在西洋生活中感受 真正的幸福并拥有 由衷感恩的心 父母节这一天 祖孙三代 时隔好久聚在一起 通过小小的活动 一起分享爱 首先向万人之父的神 献上特别献师 然后向在我们身边 渐渐康康地 成为坚强厚盾的 爷爷奶奶献花 以表心意 最幸福的是 全家人一起过西洋生活 因为父神用如火般的眼目 看过保守 所以全家人都非常健康 这都是父神的恩典 说到愿望 希望我们牧师 按照神的话语 好好成长 成为担当好使命的 主仆人 受神重用的牧师 28年来 不论高兴 还是伤心难过 或疲惫时 一直在我身边支持我 为我出谋划策 紧紧拉住我的手 拥抱我的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感谢你们 让我们盼望更美好的天国 一同向前奔跑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领悟什么是爱 当我生养儿女的时候 才体会到父母的心情 领悟了父母对我的爱 我想属灵之父的心情 又是什么样呢 这样一个个去领悟 当我领悟的越多 越觉得在这世上最重要的是 明白什么是爱 并且深刻领悟那爱 把爱分享给别人 我想也许这就是 未来我要做的事 在这地上 我们以家人之名相遇 在竹里 朝着同一个目标奔跑 这是莫大的祝福 将万民这一大家族 不停地引向灵里的 亲爱的主人牧师 感谢您 将所有感谢和荣耀归于 时刻与我们同在 并看顾保守我们 成为我们真父的神 成为我们真父的神 このチャンネルで 癒しの祈りを受けて 癒された方が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ら ご連絡ください また 先生の癒しの祈りを受けたい方は 遠慮なくご相談と ご連絡くださいますよう お願いいたします